14岁女生,白米短跑,12秒07,跑出国家一级水平,超过第二名,整个屏幕,清华下手录取 画面中的初中小女孩,名叫陆启瑞 陆启瑞就读于杭州市宝出塔实验学校,这所学校体育方面非常专业 陆启瑞就是他们看中的好苗子 初三这年,陆启瑞被派出参加杭州市西湖区第50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陆启瑞没有辜负老师的教诲,在比赛中急驰而过,其他人甚至连脚后跟都看不见了 不仅拿下了百米冠军,还打破了纪录 如此飘逸的跑字,陆启瑞这个女生火上了热搜 除了百米短跑之外,陆启瑞也参加了200米和4成100米接力赛 陆启瑞的实力超过大家的想象 200米比赛上陆启瑞的起跑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水平 陆启瑞身后的对手只能看着他越跑越远,字节被圆圆摔在身后 最终陆启瑞25秒11的成绩拿到了200米冠军 这一次陆启瑞打破双向纪录,甚至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水平 及时把他的成绩放在当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百米比赛中 陆启瑞都能排到第八名 其实陆启瑞在比赛中的专业性不太行 他的百臂跑姿势实在是太散乱,太业余 这样非常分散力量,能跑到12秒07,天赋作用很大 换过来想,如果陆启瑞好好锻炼天赋加上努力 他在田径方面的成就会有多高呢 值得高兴的是,陆启瑞很喜欢田径 陆启瑞从小就是体育好手 篮球,打乒乓,游泳,全都会 在四年级上体育课的时候 老师发现了他田径天赋很好 立马抓到学校的体育训队 每天放学留下了训练一下 就这样,陆启瑞第一次参加学校的比赛 直接拿下了第一名 第二次参加全市短跑比赛 拿到了200米跑第一名 如今,短跑的天赋进入全国人民的眼中 在比赛的一个月之后 陆启瑞就被清华附中录取了 办理转校手续也要收下陆启瑞这个天赋异禀的好苗子 甚至有国家队十项全能教练对他进行指导 而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陆启瑞跑得这么快 下肢力量很好,爆发力强 跑步的节奏感很好 这是教练的原话 陆启瑞的未来,让人期待呀 视频到此结束 这里是田径时光社 谢谢各位点赞关注的宝子 请不吝点赞关注的宝子